講述一隻頭馬 剛才的卡先生也很感嘆 見到他好了 但跟了兩次又沒有緣分 為何這場馬有這麼大的轉變 聽聶馬斯說 其實贏馬永遠都是開心或者滿足 其實如果你們了解這隻馬 牠是一隻十多分的馬 其實這隻馬不是沒有能力 去年季尾那場千二跑第二 可以跑得那麼好追那麼多 緊緊輸 即是牠有能力 為何會這麼難贏呢 其實這隻馬是性格問題 因為這隻馬很衛群的 牠很害怕 其實牠跑過今天一個WIN 那一個第二 其實之前我已經知道 牠是不可以跟馬群一起去競跑的 牠會放棄的 今季那兩場 你看到千二千四那兩場都是 牠沒有了去年季尾那一場 可以轉彎入席路 拉出大外當衝 當牠做不到這件事的時候 牠就會放棄 今天這場 楊明亮當然好理解這隻馬 你看到不是因為快捕捉 不是因為快放 而是因為牠跟到好位 楊明亮很理解這隻馬 大家看到這隻馬 下山的時候 當外面有馬上來的時候 楊明亮知道 因為牠知道不可以被馬蓋上來 牠知道一蓋上來 牠就沒有了 所以牠不會計算哪一個法力點 總之你上來我就要走 牠不可以被人壓牠 騎士理解是馬做到這件事 就有機會贏 其實牠的總 如果大家留心看看 牠是可以跑長一點的 其實去年的季初 1650 牠在這裏跑 都不是輸得太遠 但是牠跑回 今季有一千二 牠可以輸得很遠 這完全跟牠能力無關 跟牠性格的關係 帶了這個半掩防山眼罩 是否幫到牠很大 這個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帶了這個配備之後 令牠看外面的東西少了 對牠刺激少了 另一個理由 因為我又增了情 我亦預計會放牠在前面走 我不想在前面走得太行 所以配備一定有些幫助 牠是一隻這麼年輕的馬 我看看其他場合 因為其實沙田 牠那場可以當贏 牠不一定會有這個場地 我覺得路程和跑快最重要 因為牠本來的質素不是這個分 只不過牠性格造成這個分 所以路程不要太短 跑適合就一定有機會 你熱打這個訪問 我覺得非常好 今季我坐在這裏這麼久 我看過最好就是這個訪問 盜獄 講到一些你真的不知道的東西出來 他又不收起來 他會解釋給你聽 你也了解到為什麼馬長浩節這麼短 今次跑得這麼好 如果不是你猜 我想你普通外人 你真的猜不到 因為馬的性格 那個重點 講到出來 牠的衛群 以及對上次為何追到第二 如果是這個有關 我覺得可以用今次這個例子 可能有其他馬都是這樣的 其實大家都可以想像得到 也要有個騎士 也真的了解馬 例如剛才看 你覺得飛一般轉彎的時候 好像特意飛到很遠 走出一點 假如回來牠差一點 過不了那隻哥寶 可能大家都會怪罪 他覺得為什麼你飛到這麼遠 但其實原來牠是 要配合了馬的性格 如果牠可能黏著馬鬥 牠可能散了也不行 這個訪問還有一對觀眾 大家知道多了 其實對騎煉都好 有多少練馬師 讓大家都知道 他對馬有形式的練馬師 他有想過 去摸過他